淡水北海岸地區居民引頸期盼的淡江大橋工程 第一第二標工程 從2014年陸續動工 而第一標工程更在去年11月完工 但是最重要的第三標主橋體工程 卻在這個月初開標時 沒有廠商投標 承攬新建最後流標 對此新北市議員鄭宇恩除了失望遺憾之外 也指出廠商所疑慮的問題 對於這樣子的消息 我當然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 跟這個沮喪 因為淡江大橋一直是我們這個居民的 北海岸居民的這個迎景期盼的一條大橋 它不僅可以連結我們跟巴黎的這個交通 那另一方面它也帶動了這個 整個商機跟產業的這個活動量 我們希望說淡水除了這個 淡海新市鎮的住宅以外呢 也希望把商業跟乾淨的產業帶進來 議員表示 其實淡江大橋主橋提供成廠商顧慮的除了技術 就是對經費太少 加上環保團體抗議生態等等風險有疑慮 才會讓有意願投標的廠商往直卻步 但是在接下來的2月8號還會有第二次開標 地方也希望這次能夠順利 我相信這一次這個沒有廠商來這個投標 可能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這個我們全台灣的這個公共建設呢 採用這個最低的價格來競標 或者是以最低的價格為評比 然後或者是用這個價錢的因素來影響評比的方式等等 這些都會影響廠商投標的意願 那還有包括這個淡江大橋這個環境的評估喔 它動輒就是要一年 然後可能過程中因為一些鳥類或是生物的這個切息性 它還需要停工 所以這等等都會影響到這個廠商投標的意願 跨越淡水和銜接淡水巴黎區的淡江大橋由知名英國建築師所設計 以單塔不對稱協章橋造型 預計將縮短淡水巴黎來往25分鐘的路程 可是相當重要的交通建設 而議員也希望政府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讓工程能夠順利進行 希望可以在2020年前完工 記者是段一 淡水三毛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